这是邱淑珍刚出道时拍摄的电影 颜色程度满天飞 并且还受尽无情的蹂躏 和各种花样式折磨 至今他都不愿提及 这天是慈禧第一次事情 赤过全身的他被棉被包裹得严严实实 老太监还特地告诉慈禧 一定要记住 你要在被窝底下钻进去 慈禧听到后有些惊讶 只是呕了一声 很快 慈禧被抬到皇帝这里 有些娇羞的慈禧 如同泥秋一样 直接钻进被窝 皇帝看到漂亮的人 更是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 没多久一声惨叫传来 外面的小太监们都笑了起来 可这一次的事情 让皇帝对慈禧非常反感 可慈禧并不知道 如果没有把皇帝伺候好 自己将会迎来什么样的遭遇 在清朝咸丰二年 阿兰被选进宫中当秀女 于是母亲就找了一个算命先生 为她算了一挂 不成想算命先生说 她岂止克夫 她克子 克友 克家 克国 克明 接着先生又说道 如果这女儿是我的 她一生下来 我就将她给溺死 而这些话 也正好被来到门口的阿兰听到 如同先生所说 多年后这些预言全部成真 很快就到了入宫的日子 在停轿子的时候 阿兰一个不小心 就在里面掉了出来 不成想她 正好摔在皇帝的面前 在看到俊俏的阿兰后 皇帝明显心动不已 就这样 阿兰成为秀女中第一个事情的 在看到阿兰被抬走后 旁边的立贵人 和云贵人气得直跺脚 也就在这时两人听到一阵猫咪的叫声 就这样满腹怒火的两人 把怒气全部都出在猫咪的身上 这边阿兰在等待着皇帝的宠幸 可是皇帝此时想的全都是 大臣们如何忤逆自己的事情 满腹怒火的他 正愁无处发现 就这样 阿兰成了 皇帝的泄愤工具 在完事后 皇帝还特地交代 不准留下龙肿 就这样 阿兰被两名太监抓住双臂 老太监直接一棍子打在他的腰间 接着 旁边的太监端起一碗药 就给阿兰喂了下去 完事后 老太监就让人带着阿兰去大喜一遍 还不忘让人找一把硬毛刷子 阿兰再一次遭受到无情的蹂躏 当他回来后 又发现自己心爱的猫咪 被人给煮了 这一下 阿兰彻底崩溃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 而阿兰也彻底被皇帝抛弃 而立贵人却迎来翻身机会 得到了皇帝的宠爱 此时的阿兰不堪宫中的凄苦 于是就想要跳河自尽 不诚想被路过的六王爷发现 这才救了阿兰一命 回来后 阿兰伤心欲绝 不诚想 云贵人特地来到 将阿兰再次嘲讽一番 愤怒的阿兰不管不顾 直接就和他扭打起来 不诚想 一个尸首 竟然将云贵人给打死了 看到凉头的云贵人 阿兰惊慌失措 就想着投案自首 不诚想 六王爷正好赶来 将他给拦了下来 并且还当着阿兰的面 将一名宫女掐死 随后 六王爷就告诉阿兰 在这座皇宫里面 就如同战场一般 不是你杀别人 就是别人杀你 所以 我们都需要生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 必须要把别人踩在脚底下 也正是六王爷的这番言语 造就了历史上的第二位 心狠手辣女皇 六王爷还对阿兰说道 如果想在这里生存下去 那就想尽办法 来讨得皇帝的欢心 在临走时 六王爷还把一枚玉佩 交给了阿兰 方便以后随时打扑克 转眼间又过去几个月 阿兰趁着 给母亲扶桑期间 彻底把自己不堪的命运改写 她先是来到青楼 向头牌姑娘和劳包子学艺 她的目的也很简单 只要是 能够让男人死心塌地的功夫 她全要学 只见劳包子拿来六个鸡蛋 然后又铺上一层软垫 再当上一打纸 接着就让头牌姑娘坐在上面 只见女人轻轻一扭 那一打纸就变成了这样 而下面的鸡蛋 更是一个没碎 阿兰看到这样的功夫 顿时就傻了眼 心想 如果自己有他们这样的功夫 何愁皇帝对自己不死心塌地 这个漂亮的女人 每天晚上都会做同样的梦 在梦里 她每天都在和一条巨龙荡鞦韆 玩得不亦乐乎 就在关键时刻 女孩突然惊醒 下面接着说 老包子说道 男人嘛都是一个德性 妻不如妾 妾不如鸡 鸡不如偷 偷又不如偷不到 越是难得到的 她就会越想得到 如果你被她一口吃掉 那么她肯定不会珍惜的 就这样 阿兰在青楼学到绝世功夫 短短几天 阿兰已经脱胎换骨 而她之后的所作所为 也将彻底改变整个大清朝 回到皇宫后 正好遇到朝廷内幽外患 情况危机 为了能够解决危机 皇帝就决定 来到寺庙吃斋念佛七日 可是 一向风流好色的皇帝 怎么能够忍受得住 就在她这天洗脸的时候 阿兰假扮太监来到 结果一打眼皇帝 就识破了她 无奈的阿兰只好跪下表决心 这时皇帝就说道 你真的那么想震 阿兰听闻就说 如果臣妾有半句假话 就让臣妾永世不得超生 而皇帝看到可怜的人 顿时欲罢不能 而阿兰也趁机把自己所学到的功夫 全部使了出来 直接将皇帝迷得神魂颠倒 也就在这晚 两人来了十场激情斗地主 这天过后 兰贵人便晋升到嫔妃 没多久又晋升到贵妃 在生下太子后 更是和皇后平起平坐 而此时的阿兰 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小绵羊 他已经变成一头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他的残忍 也奠定了他以后的霸权 这边英法联军开始进攻京城 他们大肆烧杀抢掠 皇帝只好退到圆明园 为了皇帝的安全 大臣们就劝说皇帝 先退到避暑山庄躲避 为了能够让六王爷大权在握 慈禧则是趁机禁言 最终废物皇帝听从了慈禧的建议 把朝廷所有的事情 全都交给六王爷 六王爷本事很大 他很快就扭转局面 把自身的损害降到最低 可是这些大臣们却在热和 携贤锋令天下 也因此形成了两派 而慈禧已经被全力蒙蔽双眼 他竟然趁皇帝不在 把龙袍披在自己的身上 不承想他的举动被贤锋发现 吓得慈禧赶紧脱掉龙袍 跪在地上请罪 此时的贤锋已经意识到不对劲 也看出了慈禧的念头 此后皇帝的身体愈加不行 也因为此时对慈禧失去了兴趣 没多久 皇帝就病入膏肓 于是大臣们就开始献祭 他们让皇帝把太子交给皇后抚养 然后将慈禧杀掉 以免他将来霍乱宫廷 可是咸丰不忍杀他 于是就留下一封诏书 以后只要慈禧敢霍乱宫廷 可凭此诏书将其斩杀 之后皇帝又见了慈禧 他对慈禧说道 如果你是男儿身将会有富国家 可惜你是女儿身 说完皇帝便驾崩了 此后 慈禧便成为西宫太后 而大臣们早已看出 慈禧狼子野心 于是就将他们母子软禁起来 可是慈禧想做最后的挣扎 于是就让人拿着玉佩 去找六王爷 没多久六王爷便来到 本想着要和皇后商量大事 却不曾想慈禧给皇后下了药 当六王爷来到后 就成了他们两人的单独见面 见面后 慈禧就说道 那怕今天我们两人全都被杀 那也是轰轰烈烈的事情 最起码 我们都做过自己想做 又不敢做的事情 就这样 六王爷便败倒在慈禧的十六群下 而此时外面全都是文武百官 很快完事后 两人便约定好 他们俩 一个对付大臣 一个对付洋人 回到京城后 六王爷就推举太后垂帘听政 大臣们得知此消息后 异常愤怒 于是就在半路设下埋伏 准备将慈禧杀掉 可是六王爷早就料到他们的举动 早就派兵埋伏 就这样慈禧母子顺利进入皇宫 当大臣们进宫的时候 他们立马就被革职查办 就这样两宫太后开始垂帘听政 而六王爷也被封为义政王 此时的慈禧可以说 只差一步就可以登上宝典 可慈禧现在 也已经有足够的权力 来处置那些曾经想方设法害自己的人 她第一个 就是把曾经煮自己猫的厉鬼人 扔进废水之中 然后又把所有的大臣通通杀掉 如今的她 对权力的渴望 已经无法抑制 可是她又想到皇后手中的密诏 又让她寝食难安 因为她害怕有朝一日 密涵将成为她的威胁 于是 慈禧既重新来 她先是当着皇后的面 来了一处姐妹情深 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 给皇后做药饮 看到这一幕 皇后备受感动 于是就交出密涵 而密涵上面写的果真事 可以处杀慈禧的诏书 而慈禧随后就让皇后把密涵收好 可是皇后为了表忠心 直接就将密涵烧掉 也就在此时 皇后的药已经熬好 丫鬟给端了过来 皇后也没多想 直接一饮而尽 可是刚喝完药 皇后立马腹痛难忍 而慈禧此时也不再装了 直接就说道 你喝的是醉毒的贺鼎红 皇后驾崩后 六王爷前来质问慈禧 不成想 慈禧毫不留情 直接将六王爷给罢免了 不难看出 慈禧的野心到底有多大 此时的六王爷 也终于看清她 她不再是当初的阿兰 此时的她蛇蝎心肠 迷恋权势 就这样慈禧执掌了四十年大清 最终走向毁灭 电影到此全部结束